一定完快筛世纪迅速跑出两条线还露出惊恐表情 艺人唐从盛12号发文说自己确诊 无奈表达身为艺人可以身居一线 谁愿意沦为恶险呢 唐从盛说上个月底就出现流鼻涕咳嗽发烧 快筛阳性去做PCR证实染疫 大家加修养目前已经恢复健康 15号完成10天隔离 加上7天自主健康管理后就会恢复工作 去到哪里都要戳鼻孔 可是可是也是应该的 就大家一起戳起来 一起守护我们这片土地 4月中出席活动强调必定快筛自保 还没一个月女性白家琪发文证实确诊 说自己母亲还有丈夫吴东彦 以及一对儿女都染疫目前在家隔离 和吴东彦一人一世照顾小孩 手边工作都暂停 注视节目转交代班 本土剧染疫风波再扩大 包裂党演员王中平 PCR结果出炉是阳性 同剧组的罗巧伦也确诊 平拍戏隔离在家 完成7加7居家照护 快晒音才会回归 往下远方眼神凝重 演员将红恩PO出黑白照 证实确诊 喊话尽快回归演戏 同剧组的林佩君 也拿出快晒两条线 确诊在家休养 一起延烧 本土剧演员纷纷中标 剧情也要跟着做出调整 TVBS新闻黄柜张祺云台北 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中 你 小铃铛 你